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的大后会议录音曝光,张天钦闪辞,主委黄黄雄及行政院长赖青的道歉。 但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黄子哲表示,与张天钦关系最密切的蔡英文总统装的事不关己, 紧淡淡地表示,这确实不是我们认同的事。 发生此事并不妥事。 黄子哲说,蔡英文意图切割张天钦,即设防火墙,就是这把怕火会烧到自己。 但小英越是想撇亲,就越撇不清。 因为张天钦是蔡英文台大法律系的学长,她太太,现任检委杨芳文更是小英的同学,也是小英所提名。 如果这还不够,两岸直权系总统所属,如果没有小英的云准,张天钦如何当上陆委会副主委? 而立法院在处理促转会委员的同意权时,张天钦也在立院达巡使证时,是受到总统府的征询才被提名。 换言之,张天钦的在促转会的提名与任命,与蔡英文完全脱不了干系。 黄子哲表示,自己在上个月就公开质疑,小英根本是促转会背后的英武者。 促转会就为委员,除张天钦如前述与小英关系密切外,委员杨翠吉花一分过去也都是蔡英文自己智库下想想论坛的主笔, 甚至连第一线的研究员,也有出身于该论坛的主笔。 这一票人,俨然形成蔡英文在促转会内的黑手群,暗中执行小英的意志。 黄子哲说,很难想象,若没有小英当靠山,张天钦如此胆大妄为。 这岂是一句不认同或不妥事就可以轻轻待过。 退一万步言,就算此事不是蔡英文直接指示, 难道不是蔡英文就任总统后给予这样的政治环境与氛围, 去滋养这票胡群狗党的权力傲慢。 去激发这群东厂的胡作非为。 去造就这批政治把手的专善揽权。 所以,黄子哲认为,最该道歉的是蔡英文。 蔡英文的副手陈建仁在与灾时去金门爽游三天, 蔡起今未知欠,蔡的爱想张天钦将促转会当斗争工具, 他也毫无歉意。 这款总统,既无耻又令人痛心。 促转会里依旧充斥蔡系人马, 正当性也彻底被击垮,更无法博取人民的广泛信任。 大调重练,接赞促转会, 重新定出转型正义的方向与任务, 或许才是正办。 黄子哲说,蔡英文意图切割张天钦, 即设防火墙,就是这把怕火会烧到自己。 图结自黄子哲脸书。 分享。